大家好我是姜姜 更新品牌识别系统这件事情 做的浅一点 只是做一下颜面整形 那做的深的话 连整个品牌的灵魂成分 可能都需要一些改变 在2020年有几个大品牌 不管是小米或者是台北捷运的识别系统 都有进阶更新的这些发布 那有一个重点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 就是品牌识别系统的规划 开始加入了动态的应用规范 也就是说原本不太动的品牌标志 也开始进入了赌赌赌的时代 我们还是先从根本讨论一下 就是消费者在哪里会看到你的商标 如果是电头是车体是户外看板 那其实就是原本的企业识别系统 在平面设计上的规范就能够做到的事情 但是在数位传播的时代 多数的讯息都在数位设备上被阅读到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数位设备的特色是什么 答对了 第一个特色就是数位设备会发光 因为这些数位设备的资讯 都是透过荧幕来呈现 那荧幕是透过发光来显色 所以品牌所使用的颜色设定 必须是以光的三原色RGB作为基底 那我们继续哦 还记得第二个特色吗 没错 就是品牌去规格化 以往平面的时代呢 报纸杂志这类的印刷物的尺寸有限 但是数位设备的尺寸花样百出 那手里拿的棚的桌上放的大楼挂的 电梯里面看到的 计程车后面塞的 这些尺寸非常的多 所以当你在思考怎么设定这个品牌 标志出现的位置大小的时候 就必须把尺寸的多样性给放进去 接下来最重要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 答对了 就是以网页制作为基础 现在的品牌讯息都是以网际网路 作为主要的传播途径 那网页就是承载这些品牌讯息 最重要的媒体 那以前的媒体是用纸做的 所以讯息是用印的 那现在的媒体是网页做的 那网页是什么做的 是很多的程式码去做出来的 所以当你在设定品牌规范的时候 就要根据网页程式的特色去设计 好的 既然你已经拿到 品牌识别动态设计的三把钥匙 就可以打开 搭配实际案例的 品牌识别动态的三个提醒 第一个设计提醒 不同的载具品牌都要能够清晰的存在 数额环境的版面设计 需要配合各种尺寸各种规格的浏览装置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忘掉尺寸吧 改成与边界之间的距离比例 是比较可行的一个方式 像是小米就做了这样子的设定 印刷物の場合でも ロゴは四隅に银座するのではなくて 最適な場所に ふわりと浮遊するように排されます 運動するマークも揺らぎながら そして止まっている時も 決して静止していなくて なんか浮遊感のある状態でですね マークは存在するわけです 園園災特別使用了 像浮遊般存在的這個說法 我想也是為了減少客戶 對於當你的標誌這樣放置的時候 在畫面中有一些不穩定的感覺 這樣子的不安感 事實上這樣子的不穩定感 你必須接受 因為這就是我所提出的概念 叫做The Live 第二個設計提醒 品牌標誌永遠都在動態的過程中 在数位環境裡面 瀏覽畫面會經常被各種視窗 彈跳訊息去搶鏡頭 所以品牌的標誌如果過度的安靜 也非常容易消失在各式各樣動態的大海中 所以最好標誌本身也可以有一些簡單的動態設定 你看像台旅的動態設計 你可以想像在任何的界面 它都能夠保有足夠的識別度 但是不會太招搖 非常符合一個LOGO 一個標誌所應該存在的感覺 第三個設計提醒 網頁多層設計也要多層 日本使用數位設備的瀏覽方式 是以拉動、滾動、滑動為主 之前我們也提到網頁有網頁的語法 所以我們要善用這些語法 既然在網頁裡面經常是多塗層的設計 所以每一層其實都是我們要去設定的 所以說在這個時候我們也可以想想看 當使用者在跟畫面接觸的時候 可以觸發哪一些動態 這都是一開始在品牌設定的時候 都可以去設計好想好的 我想Netflix在剛推出這一系列 品牌識別的時候做了非常厲害的示範 應該帶給設計圈蠻大的啟發 因為在這之前我們從來沒有想過說 原來所謂的多塗層是這個意思 每個影片的標準字 每個影片的這些宣傳的圖片 其實都可以在一層一層的設計裡面 去把它做到非常良好的規範 那這些示範看起來也都非常的完整 所以真的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案例 好 以上關於品牌識別系統的動態設計 我特別帶給大家三個數位設備的特色 跟三個在設計上的提醒 希望可以帶給大家一些幫助 那事實上這個領域算是蠻新的一個領域 也就是說還有非常多的創意空間可以去開發 希望未來可以看到更多我們台灣本土的好案例 這就是今天的創意頭條